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愛住 深愛住 出門有酒味 我愛住 深愛住 深愛住 我神 我愛住 深愛住 主早已知情 我何等深愛住 讓心動表明 我喜樂 珍惜了 死樂難計算 死樂永無窮盡 我佔離高山 您是天上夫妻 渴望走前去 與耶穌寄天時 並情有幻聚 啊 耶穌 我救主 有你便是福 滿有喜樂 安息 生命的救贖 耶穌是主 鐵神 乃是宋歌 主恩唱幾禮詩 握口唱星河 有誰能相救主 祂是大君王 祂喜悅 愛惜我 使我能頌揚 我要讚美 祂歌聲 紅良情有 我靈心喜悅 如快樂和長流 我愛主神 愛主神 愛主神 我愛主神 愛主神 愛主我神 相愛們平安歡迎來到晨新時光 我們來禱告 主耶穌今天早晨我們歡喜快樂 來到你的面前 讓你的話進到我們的生命的裡面 建造我們 使我們遵行你的話 愛你的話 我們愛你敬拜你 謝謝你 聽我們的禱告 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Amen 今天的经文是以色拉记三章一到十三节 美言的主题是重立圣殿的根基 那这一段经文 我们以色拉记有一个背景 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是在波斯王古列的统治之下 那古列下诏 所以以色列人以神掌索罗巴伯跟大祭司 耶稣亚为领袖 他们可以归回重建圣殿 所以他们呼召百姓一起归回 那也激动一些百姓里面热心的人 他们一起来重建圣殿 回到耶路撒冷 那你可以想象 他们被掳已经这么久 那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成圣殿的荒凉 荒芜跟破败 那时候圣殿已经被毁 那领袖带领百姓要归回 简直是可以说百废待举 那怎么面对呢 你知道光有热情被激动或热心是不够的 世界上我们必须面对很多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建造 怎么开始 那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心意 怎么回应这个古列王下诏 让我们可以重建圣殿这个不可能的神迹 怎么把握这个机会 怎么重建圣殿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 上帝怎么带领他们 把握这个机会 在这个重建的时刻 要怎么重建 优先次序是什么 那重建什么 让我们带着怎样的态度 那第一个 在这个经文里面 重建与神亲密关系 重建与神亲密关系 经文的一到七节 我来念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各城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 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并撒拉帖的儿子索罗巴伯 与他的弟兄 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 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坛上献凡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竹坛 因惧怕邻国的名 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凡祭 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彭节 暗树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凡祭 其后献长献的凡祭 并在月术与耶和华的一切圣节献祭 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 从七月初一日起 他们就向耶和华献凡祭 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 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 他们将香薄树从利巴嫩运到海里 扶海运到约帕 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 很令人感到感动的是 他们想到不只是实体圣殿的建造 他们想到的叫重立根基 这个根基不只是建筑的根基 而是重建跟上帝关系的根基 因为他们知道 看不见的决定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决定看得见的 圣殿的建造是看得见的建筑 外表的这些石材木材等等 但是圣殿得以被建造 还有持守持久 是因为看不见的 是因为百姓的合一 是因为跟上帝的亲密关系 是因为爱上帝的摆上 跟奉献的心智跟尾声 这些跟上帝的心意的连结 里面的关系是看不见的 我们自己教会经历很不容易的建筑 你知道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些来参观教会 他们觉得 哇 看见教会这样的设备很羡慕 他们看见这样子好的店 他们很羡慕 但是当我们跟他们分享 在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 在我们建店之前 我们是多么的节省每一次的开支 我们年轻人啊 那个时候在我们的集合路的旧堂 我们舍不得开冷气 每次坐在办公室 汗都一滴一滴的掉 我们呼召年轻人起来维生 他们把钱省下来 他们也知道要节省开支 这样来建店 如果没有经过 这只是我们建堂过程一个很小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奉献 我们要维生 我们要合一 你知道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生命的锻炼 让我们的肌肉强壮起来 年轻人可以不享受的 为了一个异象跟目标 年轻人可以给予的 为了异象跟目标 如果没有这些经历 让我们肌肉强壮 我们怎么建店 所以看不见的决定 看得见的 那以色列人怎么建立看不见的 就是跟神的亲密关系 首先他们主坛 这个就是灵修祷告 二节三节说 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并撒拉帖的儿子索罗巴伯 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 以色列神的坛 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坛上献返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 竹坛因聚发灵过的名 又在旗上向耶华早晚献返祭 他们首先建立祭坛 家人们 你的祭坛在哪里 你早晚跟上帝的祭坛在哪里 你有每一天跟上帝亲密的交通吗 祭坛就是我们建立一个 跟上帝敬拜亲密关系的模式 那个关系的模式 代表你可慕上帝亲近上帝 上帝也会在祭坛当中跟我们显现 亚伯拉罕祭坛 以撒祭坛 雅各祭坛 他们祭坛那个祭坛 就是每一天跟上帝亲近 灵修祷告的地方 一年的开始 好不好 让我们重建根基 让我们建立跟神的亲密关系 因为看不见的决定 看得见的 那他们也做一件事情 叫献祭跟维生 二节到六节提到他们怎么献祭 他们献凡祭 早晚献凡祭 他们守祝坛节献凡祭 他们又在月朔 还有圣节献祭 又献个人的甘心祭 提到很多的献祭 他们依照圣经的律例献祭 个人献祭 月朔献祭 长献凡祭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你可以去找一些解经书 降地的祭献起来 他们所要献的公牛 公羊 公棉羊等等 加起来至少有198只以上 你知道他们是一群被掳归回的百姓 对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百姓来说 198只在大卫王时代算不了什么 但是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了不得的奉献 但是这个奉献代表对上帝的维生 所以亲爱的家人 让我们也建立 看不见的 就是对上帝的维生 让我们在时间上 让我们在金钱上 对上帝维生 我常常讲 就是男女朋友 如果你的男女朋友 不能在时间上跟你维生 跟你约会老是约不到时间 他买什么东西给你都斤斤计较 还像很小气的样子 你就需要思考一下了 你们之间的爱情跟关系 因为维生是需要有具体的行动的 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 虽然献上这个祭 繁复复杂不容易 而且代表的是金钱的白上 还有祭生的白上 但是他们乐意对上帝维生 亲爱的家人 让我们也建立 看不见的 跟上帝有维生的关系 接着他们也建立守节 守节期 这个就是聚会 第四节 又照律法书上 所写的守住彭节 暗树照例 献每日所当献的凡季 他们聚集的时间是七月 七月在旧约的律法书里面提到 七月一号是吹脚节 七月十号是赎罪日 七月十五号是祝彭节 在祝彭节节期之前 在祝彭节节期的时候 他们必须守节七日 然后第八日有严肃会 这些聚会代表他们 同心合意聚集来敬拜神 以神为乐 感谢神 他们开始把焦点生活转向 因为过去他们的生活 可能是跟着波斯的律例 可能是跟着农业的阶级 可能跟着他们自己的定 自己的制定 但是从今而后开始 他们要守节 就是守住聚会 所以家人们 每一周的主日崇拜 让我们分别来到上帝面前 实体聚会 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聚集来到上帝面前守节 守节是需要你在生活当中分别的 可能它会造成一些不方便 为了礼拜六 礼拜天你要来聚会 你必须前一天安顿好 准备好 你必须打理你的时间 你必须整理你自己的生活 你必须预备你自己 有可能那一天 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下雨或是有什么不方便 但是守节就是会造成 你原来方便习惯的生活不方便 但是以色列人就是 一个要重新回到上帝面前的守节 渴慕祂 敬拜祂 重建跟上帝的关系 重建看不见的 这个看不见的会决定看得见的 你现在所有生活的一切 显示出来的 你的家庭 你的工作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子女的关系 你的夫妻的关系 都是看得见的 但是这些看得见的根基是在于看不见的 现在家人让我们好效法以色列人 他们是经历国破家亡的这样的惨剧 他们才重新反思 他们要重建与神亲密关系 那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发现我们也偏离了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也重建与神的亲密关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为建立根基而欢庆 为建立根基而欢庆 你以什么为乐呢 那我们为建立根基而欢庆 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我来念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 第二年二月 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 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 就是祭司立位人 并一切被鲁归回耶路撒冷的人 都新宫建造 又派立位人从二十岁以外的 都里建造耶华殿的工作 于是犹大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子孙与弟兄 贾灭和他的子孙 立位人西拿达的子孙与弟兄 都一同起来 都里那在神殿做工的人 匠人立耶华殿根基的时候 祭司揭穿礼服吹号 亚撒的子孙立位人敲拔 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立 都站着赞美耶华 他们彼此唱贺赞美称颂耶华说 他本为善 他向以色列人涌发慈爱 他们赞美耶华的时候 众名大声呼喊 耶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 主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号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甚至百姓不能分辨 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 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 听到远处 以色列人以什么为乐 他们为什么欢庆 因为根基建立 因为根基建立 他们大声的赞美称颂耶华 你知道只有曾经失去国家 失去圣殿 贝鲁的以色列人 可以体会这个失而复得 没有想到上帝重新恢复 这样的喜乐 他们大声的哭嚎 他们为过去贝鲁的国家的 破败而哭泣 但是他们也为上帝 重新带领他们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神迹 外邦古列王 竟然允准他们回去重建圣殿 他们因此大声欢呼喜乐 这里十一节有说 他们唱贺赞美 因为他向耶和华 以色列人 耶和华向以色列人 涌发慈爱 他们赞美耶和华 因为根基已经立定 圣殿如果如今可以重建 可以重立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上帝带领 万事都有可能 所以今年让我们也重新开始好吗 让我们一起来重立更基 重建更基 为上帝重建更基 我们大大感恩赞美神 我们不是只是为我们加薪啊 我们不是只是为我们这个 这个好像我们可以去旅游啊 我们得到奖金啊 我们年终好像抽到什么奖 当然这些可以让我们很喜乐 我们因这个欢喜 但是我们曾经因我们根基建立而喜乐嘛 今年把这个变成我们的喜乐吧 把这个重建根基变成我们的喜乐吧 以色列人知道这个得来不易啊 他也知道我有重建根基 我的生命 我跟上帝立约 我的国家民族才有盼望 我们个人的财务 生命 家庭 幸福 我们的丰盛 丰收美满 都在于重建根基 所以亲爱的家人 让我们以重建根基为欢乐 以重建根基为喜乐 所以今年把圣经读一遍吧 今年在装备培育上建造自己吧 今年在你的灵修祷告的生命 今年在你传福音为主做工上面建立根基吧 今年在你服饰上建立根基吧 今年在你可以稳定崇拜 实体崇拜 稳定小组重建根基吧 为这个而喜乐 为这个而大大欢呼 你知道你应该欢呼的 哇 今年我每一个礼拜都有参加小组 今年我每一天都有灵修祷告 我从一到两天变成三到五天 我从变成七天 为这个崇利根基而大大欢呼喜乐 为与上帝重建亲密关系而喜乐 让我们因神而乐 以神为乐 我们的生活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 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 求上帝带领我们中间每一个人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是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祷告祈求 主啊 让我们以以色列人为我们的见解 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哦 主啊 建立我们生命的榜样 带领我们 今天早晨特别为我们中间有一些 我们可慕重立根基的我们的家人 无论是在跟神的灵修祷告的关系 跟神的 哦 要伟生的关系 跟神的 哦 要伟生在服事时间 金钱 这样的关系 跟神 哦 要伟生在节期 稳定崇拜 稳定聚会 这样的关系 求祢高摩我们这样的家人 哦 对我们这样的家人 主啊 赐下祢的话语 今天早晨 祢鼓励我们 对我们的家人 上帝好像对我们的家人要说 亲爱的孩子 祢伟生于我 我看见祢的心意 我也要赐祢够用的力量跟恩典 完成我在祢生命当中的托付 跟计划 主啊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以祢为乐 建立根基 建立根基为喜乐 谢谢祢引导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